前几年人类已经可以在太空中蔬菜 藻类刺起来像培根,甚至制作出一个会工作的叶子 看是接下来,科技将会在未来朝着虚拟实境人工智慧或是太空旅游 那么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前所未有的研究呢? 根据一个科学领导者的说法,下一个科技将会是我们 City Institute的管理者 Seth Shostok认为未来不会像预言中的战争政治和贫穷来毁灭人类 他相信我们的下一代将会是基因管理和人工智慧 这些科技的发展会研究出一种新的外星种族 他说 一般人工智慧的发展肯定会成为未来变化最戏剧化的推动力 因为提升我们的后代能力比用我们成功者取代的少得多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晶片放在我们的大脑中 或者是简单的将大脑上传到机器上 来传送我们的文化和自己 我们最后可以成功的制造跟我们不一样的后代 就像是狗和野狼一样 他还说 精英工程人类不会是可能的 而是不可避免的 科学和科技的相互作用 确保了精英组织知识 将产生越来越多应用诚实 包括治疗疾病 而这样的科技明显的是人类渴望的 但是我们并不会只有尽力限制能力来修复自己 而是会选择更好的进步 你可能会犹豫选择设计出来的宝宝 但是改装自己的宝宝 就跟每天升起来的太阳一样平常 Sais相信人类最后会仔细的了解生物学 以致人类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 并且进入到一个设计宝宝的新时代 他还相信人类会迁移到附近的星球 为了得到更多资源 像是铜、银和铺 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慢人口过渡的问题 但是并不是只有设计宝宝和星球迁移会改变人类 他预言在210名年前 我们将会发展出一般人工智慧 或是GI 这会让机器取代人类工作 科学家表示 这些科技长期下 会缩小政治战争和经济的重要性 甚至改变我们 然后我们被迁移到其他星球来说 会最终引领成新的种族 这样的说法和假设其实是能理解的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长高一点 身体健康或是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有某个特色象征 或是能够聪明一点 所以都会不吝啬的将钱花在小孩身上 未来改变小孩基因如果存在 相信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跟别人的小孩 在同个起跑点上 所以如果身边的人都在改造自己的小孩 他们一出生可能就比较聪明 不会生病等等 那么你也可能会选择改造自己的小孩吗? 人类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完美的 有些人对音乐有天分 另外有些人只是对体育有天分 未来这项科技实现后 是否就会将这样的独特性灭杀掉了呢? 你们对未来科技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分享 想持续追踪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咱们下次见 咱们 eyes 嬛 咱们 た 咱们 关